互相帶動的那種感覺 那種氛圍 對對對 而不是說就是我們 你做你的我做我 對 獨自發展這樣 我們這個社區跟水保機 應該跟我們結緣 應該已經超過50年了 那親長輩在敘述 在民國59年的時候 我們孩子在做一些茶園水保 茶園更新這個部分的時候 那就開始結緣了 他們教我們說 如何去種茶樣產量能增加 當時在做水保的時候 茶園水保很多長輩 也沒有辦法去接受 然後當然是在家族的 或是我爸爸還有一些家族 兩三位長輩都一起做起 做起之後 然後在做的時候 順便也把我們的茶園 做水保之外 也做一些茶園更新品種的更換 那當下讓農民收益非常好 也讓農民感受到 做水保是跟生產 是一個互利二階層的東西 只有好沒有壞 到了90年那一年 我們台灣發生了一個 叫納利颱風 然後造成這邊的 尤其北部的山坡地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災害 當那災害過後的時候 長輩們就深深了解到說 有做水保沒有做水保 這個差別在哪裡 所以這麼多年來 這個地區 從一個水土保持局的一個幫忙之下 讓我們這個大北坑的居民 深深刻的了解到說 做水保的重要 後來水保局就講說 那我們來發展做休閒農業 在發展休閒農業的時候 那長輩們也是 那當時是一個很陌生的一個名詞 是比較休閒 那會信任水保局 做這個休閒農業這一塊 那是因為前面兩個階段 讓我們長輩深深了解到說 水保局這個單位 他們講的方向應該是對的 到現在就是 真的也歷經了三代人 不是說我們前兩代的認可 甚至現在我們下一代都非常認可 因為在民國77年 留在大北坑 從務農為深的就我一個人 那現在這十年間 年輕人就是不是回鄉 是留鄉 留存在 留在那個 留在這個地方 他們畢業後 讀書完 他們好像就業就投入在大北坑 在就業 我本身是社區的算農三代 對 然後 其實從小到大 看著大北坑 一路的演變 進化 原本 雜草重生的地方 現在多了綠地 原本泥泥的道路 現在多了非常漂亮的紅磚牆 還有很漂亮的藝術的地板 整個 就是你看著家鄉越來越好 也是很感動 那 然後 就是畢業後 就回到餐廳 回到社群 希望讓我們的家鄉更好 這樣 那我的話 就是有點接續他的 他的 他的這個話題 就是 我也是在過程 在那個回到家鄉的過程中 有發現就是 這邊有一直在 不斷地進步 或是一直在提升 一直在變好 人潮也變多 但是我們會 在過程中發現到就是說 我們還缺乏什麼 我們現在青年的角色可能就是 我們要去補足現在的 改善現在 現在當前遇到的問題 去補足他 然後讓這個社區 可以再繼續持續下去 而不是被 那個 時代做淘汰 那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們回來的 回來的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 你覺得你有辦法在這邊做事 然後你也有辦法去改變他 那你要繼續延續他的話 那當然就是我們 我們應該要留下來去做 就是為這個社區做 為我們的家鄉做 當然起心動念 就是你有這個想法 是第一要件 那可是 你在真的要投入的時候 其實你必須跟 真的跟地方的組織 或者是 地方那個 你要去真的去了解地方生態 而不是說你表現說 喔 我想做文化營造 我想做什麼文化保存 但是你必須去 真的用心的去體會他們 他們感受到的那一切 最重要的 人家熱愛這個環境 畢竟農村的 生活方式 跟都市有大大的不同 包括便利性各方面都有所不同 那再延續他剛剛講的 其實在農村做生意 勢必你會有一段非常長的 一個陣 算是陣痛期 就是剛開始 對對對 你了解這個社區 所以幫助這個社區一起發展 大家一起把這個 把這個品做大之後 勢必會 就是會越來越好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水保教室很無聊 就是沒有什麼可看的 後來慢慢就是開始有一些遊戲的東西 體驗了水資源循環 再搭配上我們導覽員 就是他們一直不斷的在演習啊進步 用有趣的方式跟大家做解說 就是讓整個水保教室 變成一個預教餘的場所 10年前剛開始投入的時候 就是走 就是農村再生這個計畫 然後這樣一點一點這樣累積下來到現在 到去年吧 到去年開始有大專生的回遊 等等等等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農村再生這個系統裡面 就是其實真的是為社區做的蠻多 蠻多東西 覺得這樣子真的是讓農村有一個 嗯 翻轉的機會 對 會不會 會不會 非常之久 屁股